又香又Q有誰不喜歡吃呢 外班在地人非常喜歡吃的是這個手工麻糬 你看它白白胖胖的超級療癒 而且老闆娘堅持手工製作相當的辛苦 麻糬鍋每天凌晨兩三點就要起床蒸煮倒麻糬 得花三四個小時才能夠完成 由於是現包現做相當受到歡迎 麻糬一顆咬下軟軟綿綿超級Q彈耶 而且裡面的紅豆內餡香甜綿密 聽說四十年前第一代老闆娘剛賣麻糬的時候 因為萬丹手工食品太多樣化了 所以它就轉往新原來發展 沒想到在新原大受歡迎並奠定了基礎 然後又因此紅回了萬丹 現在兩邊都買得到喔 吃完了甜食帶你來吃鹹食 講到東港大家都會想到海鮮 不過有間餐廳它賣的是創新的羊肉料理 從一開始的路邊攤一路賣進了邊面 一起帶你去看看他們的羊肉料理有什麼不同吧 各式各樣的羊肉料理擺滿桌 光是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酸甜鹹辣各種口味一次滿足 特別的是黑色系的工業風裝潢設計 簡約又時尚 在這裡享用羊肉料理也有一般風味 有顧客一吃就是三十年 這家羊肉我從小吃到大 我最喜歡是它的湯頭 就是很鮮甜又好吃 然後羊肉都很軟很Q彈 那真的好吃 蜜汁羊排 那你為什麼覺得它好吃 因為它很甜 小朋友都讚不絕口的蜜汁羊排 不同一般的傳統羊肉料理 在口味上做出變化 帶骨羊排下鍋油炸 逼出領頭油脂好吸附蜜汁 讓肉質外酥內嫩 油炸過的羊排加入特調蜜汁醬 大火翻炒 羊排漸漸掛上糖色 將蜜汁緊緊咬住 撒上白芝麻增添香氣 琥珀色的蜜汁羊排 香氣四溢 蜜汁和羊排完美融合 瞬間喚醒味蕾 鹹鹹甜甜不膩口 外層香酥內部鮮嫩多汁 肉質不乾柴又有嚼勁 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大人小孩都超愛 醬汁是我們獨家秘方 那我們就一樣排骨部分 一樣是用湯頭下去熬起來的排骨 然後稍微去做挑選 適合做蜜汁羊排的排骨 大家做羊肉都是大同小異 然後就是走傳統路線 然後我想說稍微跳脫不一樣的感覺 不一樣的還有這道鮮蝦羊健粉絲寶 將海鮮結合羊肉 意外蹦出新滋味 新鮮白蝦先來一場熱水澡 蔥蒜洋蔥在火鍵中跳躍 白蝦加入同歡 攔好的羊健一起勾舞 先撈起白蝦避免過熟 粉絲下鍋滾煮 些許勾芡更滑順 白蝦鮮甜脆口 肉質Q彈海味十足 羊健軟嫩入味 讓人彷彿有種在吃牛肉的錯覺 吸飽湯汁的粉絲 吃得到蝦的鮮味和羊健的甜味 多層次的海陸風味 令人回味無窮 人家通常來到東港 第一次他們想到都是海鮮 不會想要吃羊肉 他們想說稍微節約一點 我們就在靠海的鄉鎮 那我們就必須融入一些海鮮的東西 羊肉料理 不忘加入在地特色 由於在傳統中突破的老闆郭俊佑 從小就跟在父親身邊幫忙 廚房大小事通通難過倒他 從一開始的小攤位 賣到開啟店面 身為二代背負傳承重任 即使很喜歡當體育老師 他也毅然決然回家接棒 我發現其實我喜歡教學 可是最終我心裡的 我訂定的目標還是一樣會回到店裡 因為如果沒有回來的話 就覺得家裡的姨婆沒有人去傳承 或是去接手 就覺得還滿可惜的 早早就規劃好自己未來的路 但從教室轉換到廚房 郭俊佑難免有些不適應 餐飲業的漫長工時幾乎讓他沒有自己的時間 你可能早上需要備料 中午需要熬湯 下午需要整理那些東西食材 那可能就是花費一整天的時間 歷經磨練 郭俊佑將店經營的有聲有色 不僅發展出真空包 未來更計劃到小琉球開分店 提勿有捨才有得 慢工出細活 就如同這道招牌羊肉鍋 得花時間慢慢熬 才能嘗到幸福感 多種中藥材做基底 加入帶皮羊肉 熬煮四到五小時 羊肉精華盡收湯底 帶皮羊肉軟嫩多汁 甜味不流失 外皮Q彈有激 完全沒有山味 湯頭濃郁甘甜 香醇溫潤 中藥香氣繞繞口齒 喝起來相當清爽 我們的火鍋像帶皮肉 我們經過四五個小時熬煮 然後我們是用中藥材當歸為主題 然後下去做熬煮這樣 那吃起來的口味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是比較不會那麼的燥熱 獨有的清新風味 讓許多老饕一喝就上癮 郭俊佑跳脫傳統框架 研發出各式創意羊肉料理 要讓家傳的好味道在各地飄香